看见没有 这边居然还有一枚破嘴的蛋壳 前几天我不是在这边发现了一窝蛋了吗 为了保护它们的安全 于是乎我就给它们带回来了孵化 但是昨天与粉丝老铁说 这边还有一窝鸟蛋我没有发现 今天特意过来检查了一下 没想到居然发现了一地的碎掉的蛋壳 看到了没有 感觉现在刚出壳不久的 我怀疑这个树上肯定有个鸟窝 从粉丝老铁给我的图片上看 被我挫过的那窝蛋应该在这附近 因为上次我就是在这边发现了第一窝蛋 哎呦可 这边的甘草窝还在呢 巴拉的看了一下 确定这里面没有 看完这里我就顺着这个方向到处检查了起来 刚才在最大可就是在这个树家里面发现的 是吧 看来路线是找对了 然后我又沿着这边路线寻找 确定了这边没有之后 最后就只能在这里了 你们看 我说什么来着 我的天哪 确实真的有一窝蛋呢 怪不得上次我没有发现 这一些蛋居然被出界的全部盖住了 我的妈呀 可以呀 没想到这个小土堆 居然这么的诱惑 但是吧 看了一下 还是没有发现他们的父母 这些蛋的个头 跟前几天的内窝个头一样大 所以可以肯定的就是 这是一种其类的蛋 比哥的蛋要大很多 但是比鸡蛋又小很多 本来今天是过来碰碰运气的 只能把一不托亚来包回去了 这一定得清拿清放 可算是到家了 这是前几天男们孵化的第一物 有粉丝跟我说 最好不用动 但是吧 放在野外确实不安全 要是被打扫被伤的大姨发现 估计就带回家给他的小孙子吃了 按着上次的序列 继续给他们写好数字盘序 然后把这些也给他们放进去进行复化 不多不少 一共14枚蛋 继续写好日期 刚打开了一会温度又低了 赶紧盖好 三天后 咱们过来点看他的受精情况